很不错的这个投射 中加一度断电 小泽外线三分球 也有 曾万博 本场比赛第一次三分并中 终于是有人看到小泽在外线的机会了 抢篮板啊 不会说再跟进 小泽收下后抢篮板 这是一项技术统计 同时造成对面犯规 确实对抗上不错 小泽牵上篮板 再拿一个这球被封怪了 但是球权还在自己手里 看一看狼队的转换 喂好球 曾万博大帽送上 这次是一个盯板啊 海特没有走自己的左路 还是换到右手 这下直接被曾万博拍在板上 他的格林斯伯格分校打了四年 小泽对抗一下二加一 曾凡博 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运动战进球 就是一个二加一 加上刚才那个防守回合 这一次上来 果然有不一样的场上表现 这次对抗很强硬啊 这球切掉了 杰特手快啊 曾凡博 把这球捡起来之后 看看自己的选择 卖起来往里杀可惜没有 但是好在身后有队友的补篮 这次曾万博攻的很有侵略性 报纹身 球给到一刹米勒 击脚的三分球不中 篮板 哦 又是曾万博的封盖 收下这颗篮板 赶快上球 哎 给的漂亮 小泽两分再打进 分场比赛 小泽再一次得分了 这次没见不错的这个投射 中加一度断电 小泽外线三分球也有 曾万博盆上比赛 第一次三分并重 终于是有人看到 小泽在外线的机会了 小泽是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 中加其次二分 term